Hello 大家好 我是桑普 欢迎带来到九月二号夜晚的桑普论证 欢迎大家收看 希望大家留言、分享、订阅、Youtube、Patreon 看完广告、看完影片 以及利用Super Thanks Function赞助支持本人 多谢各位 今天我们讲两个题目 一个是美国大选和香港发生的一些事 香港发生什么事呢 与中的香港 关于什么事呢 就是香港 先讲美国大选一些 就是update大家的资料 也希望大家明白最新的进展是怎样 大家很关心九月十号 ABC 即是美国国务公司 会不会播放这个 直播特朗普和Harris之间的辩论 大家都很期待这件事 但由于辩论规则未谈得起 所以很多样东西就未有最后的决定 尤其是Harris民主党的一方 单方面想改变CNN规则 这个原先大家约定了的东西 现在又说要麦克风全程直播不准喵 然后又说曾经说过坐下 曾经说过要读稿 即有这些这样的猫子 也都说要有开场白 这些说法 是不是最后都达成结果呢 未知 密切关注 先说一些 民主党的攻势 我上次都说过了 10月经期我预测过 预见每一部 电影 《抹黑阿特朗普》的电影 这件事是不是真的有这样的效果呢 Let's see 但我们更紧要的就是 网军 即是我们未说到 民主党 学似中国共产党 中国国民党 所做一齐的事 网军 什么叫网军呢 即是说找了一大堆 叫做 Z世代 Z世代 Generation Z的年轻成员 他们 本身可能是收钱的 可能是不收钱的 不断地发放很多东西 做所谓的 迷因 这个做法就很容易穿透去到一些 平时不关注网络人身上 但身边讲究是怎样的呢 Harris的竞选团队在世间媒体上展现了很强的掌控力 Control 凭着一系列的病毒式迷因 和幽默的反击 迅速获得大量支持 背后的力量就是Generation Z的年轻成员 精通网络文化 灵魂运用短影音平台Shorts 和TikTok的流行优势 成功把Harris和Trump做强烈对比 所以现在看回TikTok 不单是中国 开出来的一种短影音平台 而且 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宣传 是帮Harris的 即是这个平台 贯穿了很多年轻的世代 3亿多美国人 1亿都看TikTok 而这种东西是共产党 摆布出来的一些网军 亦或是一些美国共产党 即是民主党 摆布出来的网军 不得而知 但肯定这帮人 是相当 即是多了 而且也有一定的影响力 美国政治新闻网集 Axios 报道 这些年轻的动员团队 不单是擅长利用 Bread Summer Bread就是 这个 吐气 或者说的是 小导弹 还童 这个意思 Bread Summer 和 Feminine Nominen 即是 女性现象的时下热耳话题 事于巧妙使用社交媒体的语言 嘲讽Trump 这种直接而所谓幽默的 讽刺的一种沟通技巧 与Trump会刺意所谓的 Sleepy Joe Crooked Joe Cum Red Camera 这种 灼耗的手法 攻击对手风格 形成强烈的对比 从而吸引更广泛的注意力 英文字Bread就是 刚刚说过 横童 小导弹 小臭鞋的意思 英国流行的小天后 Charlie XCX最新的专辑名声 也用了这个Bread字 这个Charlie XCX 在7月21号的社交媒体XT问 Harris是一个Bread Bread是什么呢 小导弹 小屁鞋 小横童 意思是什么呢 年轻 可爱 活泼 真实 真诚 和我们同呼吸共命运 这个就是Hidden Agenda 短短一句话 Harris is Bread 短短一句话的 这个推文 浏览人次已经破5500万 后面是不是有一些Mods 即是一些机器人帮他做数呢 不得而知 起码有5500人去view过 Harris的团队也纯粹推出 将社交平台上 Karmelahq的账号 背景色 套上和这个Charlie XCX的Bread 的专心一样的 就是Rum Green 据说 Karmelaharris在TikTok的账号 亦都被 Harris被提名为 总统口署人的24小时内 涨入了2mil 即200万的粉丝 目前粉丝数目突破500万 所以这件事很强烈的 一种要做 好像一班网军 杀斗成兵 那样做 中共有没有介入 是吧 美国这一班马克思主义者 怎样去操作 这件事 很值得关注 但是整个数字的 飙升 并不尋常 而Harris的数位团队Digital Team 亦都已经成功将原本看来 似好外版的 拜登选的活动 变更为更大胆 厉害的Harris竞选风格 这件事肯定不是Harris自己做的 后面的深层政府 华尔街集团 串迈整套的计划 一起和他量身订造 这次竞选团队和拜登2020年竞选期间的数位团队 有显著的不同 现在他们以更大胆和不漏情面的方式 为Harris的竞选总统服务 团队讲给Axios 自8月9日以来 这些影片总观看数已经超过4.6200万 目的是什么呢 Harris 59岁 Trump 78 79 即是相差20岁左右 就用这个方式来讲给大家 贴近年轻人的 就是这个59岁的钟老坑 老坑 这个Harris 绝对 不是我们的世代 用这样的方式来比较 但记住年龄从来没有问题 是你的cognitive power 你是不是smart 你是不是不止smart 就是正气 你还要 讲得出做得到 而且你讲得出的东西 做得到的东西 合乎公义 这才是重点 我想这件事 大家听过我的节目 怎么批评左派的政策 都知道我对Harris的政策 多么 有失望 而且非常遗憾 竞选团队强调 利用病毒式的网络迷因 能够有效突破复杂的媒体环境 并接触那些最难接触到的选民 目标是透过 社交媒体 在选民习惯的在线平台上 和他们交流 这就是团队 之所以能够迅速扩大影响你的原因之一 值得注意的就是这支数位团队 由超过175个成员组成 175以上的成员组成 涵盖Harris竞选团队和 民主党全国委员会DNC 这些人基本上就是竞选团队 整个班底去处理 是一个网军 摆明是选战用的网军 其中快速反应账号 是动员团队的一部分 致力于即时捕捉趋势和关键时刻 迅速做出反应 通常不需要高层批准 这个团队 和数百位创作者和网红合作 专注于筹款内容的制作和社交媒体的开发 报道提到 自2023年以来 Harris的竞选团队 就加快了 这个数位业务的 扩展速度 这个行动的滑范围和力度都超过了 拜登2020年的竞选活动 你可以看到 开雄 开行马力 去做这件事 是一个非常精密的计算 所以我说川普现在面对的 不是一些 选民 面对的不是所谓的 其实刺耀的中俄压力 重要就是说这一帮 支持 美国马克思主义 美国共产主义的这一帮 极左派 和华尔街集团 和深圳政府 勾结起来 很精密地计算过 每一个 民斗 武斗 即是说 如何在不同的场合之下 用不同的策略来应付所有的事 拜登退选 其中一个地方就是 使他和川普去CNN辩论 输了之后 推了一个新人出来 而这种做法 使人非常忧虑 尤其就是说 他可以用这么精密的网军 来做出这件事的时候 他不可以 影响到 整个选举制度的公正性吗 这个我的疑问 始终未解除 四年前有过的疑问 四年前有过的质疑 到今天依然是存在 而且于今又烈 希望大家明白 这件事未结束 我们看回那个公正性很重要 你可以用很多网军做不同的事 你有将来计 我有过场梯 但是Trump要赢 不容易的 我仍然认为Trump 现在是看高一线 我都说过了 七大摇摆州 占优势 当年 四年前 拜登 在民意调查 赢Trump 疫情期间 赢8% 赢8% 现在 你说的那些 左派民调 都是说4% 4% 不够赢的 何况你那些 赢过Trump的选票 如果你是胜称的 加利 加州 纽约 或者其他 蓝色的州份 重点是七大摇摆州 因为我们计算选举团人票 所以最后 Trump会不会好像 2016年的情况之下 输普选票 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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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需要大家 看看有什么方法去处理这个问题 也希望大家 支持这个美国的选举的话 多些报道一些真实的消息给大家听 俄罗斯 哈利布林宫的发言人 佩斯科夫 最新访问中指出 俄罗斯认为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 Harris 比共和党候选人Trump 更好预测的对手 这句话没说错 就是 摆明Harris 是搞极左政策 OK Trump 你不知道哪个时候做什么 但他所做的事 是很清楚的 你问 台湾需要做什么 是很清楚的 但究竟哪个时候 他要出什么招 你不清楚 Harris 大家都预了 你一上到位之后 开始左傾 这个 向上极左傾斜 这个情况 会更加令人担心 他说美俄关系 并没有改善的前景 这个无论是中国和俄罗斯这么说 就是你们两个哪个选都一样的 Harris会比较certain Trump就没有那么certain 比较uncertain 他们都是这么说话的 但 Deep in your heart 俄罗斯的希望 Trump能够赢 中国的希望 谁能够赢 Harris能够赢 为什么 那摆明 一个就是 将中国视为头好敌人 一个就是将俄罗斯视为头好敌人 很清楚 是不是 这件事的话 是 写在墙上 不要听那些左傾媒体分析 两个人 中俄都 很痴之以鼻 怎么也有比较 怎么也有分别 佩斯科夫提到 俄国不相信Trump有能力在24小时内 要在俄乌战争停止 当然不是24小时 即是会在他 11月5号 即是 当选 一路去到就职 期间 就开始这个滑船 期望在这个期间里面 能够达成停战协议 OK 当然他不在其为 难谋其正 你说会不会在 120 总统就职之后 一段短时间之内解决呢 也有可能 这个24小时 即是 不是真正的commitment 而是 我会很快解决的意思 路透社报道就说 在美国总统拜登退选之前 俄罗斯总统普京 曾经表示 莫斯科更倾向美国由拜登 而非特朗普去掌权 因为特朗普是经验丰富的老派政治家 其实就是说一个亲美 这个是 比较反俄 又比较反中的分别 随着拜登退出 记者就开玩笑地问佩斯科夫 现在谁是俄国属意的候选人呢 佩斯科夫笑着回应 俄国没有属意的候选人 但民主党更容易预测 普京对拜登的预测性的看法 適用于几乎所有民主党人 包括Harris 那是不是真的这样呢 即是他真的亲近Harris呢 你知道有人说的东西 不会讲真心的东西给你听的嘛 正言若反 你将他这样去妄作解释呢 将他当真地去理解呢 是一种愚蠢的行为 我们不可以听别人说些什么 也就是从一个大的格局去听别人 究竟会怎样做判断 我想我们做政治评论很重要的这一点 OK 尽管普京和佩斯科夫 都强调选举美国的内部事务 但两人都曾经在不同场合 对美国大选提出看法 例如 普京在2月的时候 胜赞 拜登具有可预测性 可预测性 就是赞你 即是说 看不起你 即是你做什么 什么你隔起一条尾 我们都知道你想阿尿 你打个黑鞋 我们都知道要流鼻水 你可预测 可预测 即是你的强国强极有限 即是你人在野生动物园 在狮子上 我都可以预测到你会走到哪个地方 你真是很叻 说你叻的意思就是 看不起你的意思 并且曾经评论拜登的心理健康状况 6月间 普京说俄国并不关心美国下任总统 又说美国的司法系统 显然 是被用来对Trump 发起政治斗争 即是基本上 煽动里面的分化 这件事是 显然的事 佩斯科夫最新的受访中提到 美国踐踏俄国利益的举措 已经超速容忍的限度 双方的关系正处于历史的低点 目前没有希望让我两个关系走上复苏的道路 有清楚 即是来看这些说法 和中美之间的关系是否很不同 在拜登的治下 美俄之间没有讨论 双方都认为没有讨论 但美中之间有讨论 我们说过苏利文去见王毅 见张又合 见习近平 铺路 11月 要是 月中的APEC 或者 G20 可能和 习猪头见面 11月5日之后 有讨论的 秘密管道 N那样东西 又曼谷 又什么 什么 瑞士什么东西都有 好了 去到今时今日 谁才是美国最大的敌人 张张甚明 你看这些左媒正在报道 中国始终被民主党政府视为头敌人 Wrong 你看他的行为 See what they do Not what they say OK See what they did Not what they are saying 这个基本的原则 所以我就是说 对于我们来说 谁对于全世界的 自由民主和平 或泛民来说 哪一个的选择 才对美国 和自由世界更有利 才对中共最不利 大家很明白 针对Trump曾经放话说 只要他当选总统 将他24小时之内 抵触俄乎战争 布书科夫说 没有魔杖 可以给 好像Trump的承诺那样 一夜之间解决 乌克南危机 他说 至于 美国总统在就职演示中 宣布停止军援乌克南 并呼吁和平谈判 进而让基辅改变 心意的想法 简直是幻想 即他基本上 看不好这件事 Let's see 他想提高 俄国在未来Trump 押船的时候 的谈判筹码 即大家在那里晒冷 所以大家不要太认真 这些说话 我想怎么说 现在到今时今日为止 我们都不知道 究竟未来的总统的选举民意的走向是怎样 我想比较关键的一点就是 8日之后 9月10日 ABC Trump vs 这个Harris的debate 就会比较清楚 这个希望到大家拭目以待 说回香港的新闻 香港今天的新闻 有一宗很重要的 希望大家都留意一下 再有书籍在展览 在展览被要求下架 这是唯一一本 今年在香港本土出的书 建山书店出版 而且 有许安华画画的 这个封面的文章是 是许安华画的 之后就是这个由 吴凯宜去执笔的 这些书不是新写的文章 是结责他在2019年以来的文章 那出版商兼书展参展商 建山书店就说 建山书店就说 实体的店铺已经执了 但是他依然做出版的事 很多谢 老板娘 一直以来 帮助一些同道 还有 帮助 还留在香港的香港人 继续展现一进不屈的精神 日常生活到 做尽所有东西展现 香港人并未被臣服 这一点我觉得很难得 他就说 大会 未有说明下架的理由 又说文学 亦是艺术 侧疑当局的理据 当然 大家不是讲道理的时代 讲道理的时代 都不像 国伟建法官 对于这个 《立场新闻案》 做出这个垃圾的判决 大馆当代艺术馆主办的第六届香港艺术展 艺术书展 由上周五到昨天 即830到9月1日 举行 参战商之一 建山书念 就在今天9月2日 在社交平台 帖文 说大律师前立法会议员 吴靠仪 今年8月出版的省文结集 《与中的香港》 即香港under rain 就是在书展 只是 香港in the rain 香港in the rain 在书展只卖了半日 就被大会工作人员要求停售 半日 看到这本书 不可以 一步传 停售 书本在余下两天 展期都要下架 建山的帖文说 这个书店五次 参展 香港艺术书展以来 首次有书籍被主办机构质疑 是否可称之为 艺术相关 因为这个是香港艺术书展 要与艺术相关的书籍才可以参展 《与中的香港》 找到许安华画封面 里面要讲里面的一些细节 你与艺术是否相关 用这样的方式来看问题 文学literature 是不是艺术呢 是吧 他不是说你本书有问题 他就说 这本书是否与艺术相关的 还要找一个 主办机构 大馆跟你这么说 建山书店认为 文学是艺术的一种形式 又反问 假如书籍不适合展览 作者是否适合 在现场和他的读者分享 其他作品呢 又有什么 另一个主办单位 决定如何 去欢迎接待他的作家 艺术家和观众呢 关你什么事呢 连读者想在现场 送花给作者 都不被允许 为什么呢 其实大家都知道原因 就是整件事是什么呢 专制极权政府 中共港共也好 他现在用一种很精密的极权方式 来统治这个香港 他不是直接打压 他不是直接施以暴力 欺骗 或者一些所谓的脅迫 他用什么方式 他直接不找那些食环署 什么測水侯局 都来做你 你要摆书签 我一转二转 先找一家 这个是大管 这个主办机构 所有要大管开口 跟你说 还有要说的理由 千万不要说 煽动罪 什么是违反 旧煽动罪 新煽动罪 23条 立法国安法 或者其他的法律 不说法律 连法律都不跟你说 就说 你是不是适合 参战 因为你不是艺术书籍 那你不是艺术书籍 连这个作家 艺术家 观众 都不应该在场 用这个方式来做事 这个是新形态 即以前建设 倒闭前 被人家打压到 要关键 就说他前面那个所谓的石阶 就说这个地方是不是 浅建 用这些方式来搞他 连法律都不跟你说 你去摆藝術书战 就说这个与藝術没关 固左右而言他 是不是 以前都会说 赤你逃漏税 是很容易赤你 逃漏税 各方面的东西 我没看过Margaret 5这本书 多不多有艺术成分 文学成分 根本不是重点 重点就是 他有勇气去出这本书 他有勇气找到健身 而健身也有勇气出这本书 原先以为大馆给他摆 都以为有勇气 半日货子之后就没有 所以只是 开始那半日买到书的就是这么多 等时会不会再一步打压 就是说你在那边摆街当 然后想买乙中的乙中的香港 煽动海蜜 不是用旧煽动最高 你最多两个 现在用新煽动 就是七个 就是这个已经去到荒谬绝伦 人家讲文学 人家讲的不是政治 不是政论 不是我这些节目讲的东西 人家讲的文学 然后说这叫软对抗 标签淫尼铁 红油淫尼盘 这个就是现在的香港 所以你说 我们要不断 如水善变 香港人不要以为 好像死鱼那样 大家都要be water 用不同的方式继续 挣扎求全 人 不是要去求死的 而是学会生命 和生活 和生趣 我知道建山书店的老板 Sharon是很努力 去做到这一点 Margaret Ng也很努力 做到这一点 我们希望给他们极大的鼓励 能够未来的情况之后 没有了一个书子 不等于没有了全世界 我们希望用更加 灵活善变 如水善变的方式 将我们的声音广传开去 我知道在看这个节目的 最近我看到 譬如我的香港议题 比如说这个《立场新闻案》 没什么人看的 真的没什么人看的 我说譬如习近平 说这个 李显华 说这个 美国大选 刚刚这么说 就很多人看的 但是发现到 就是觉得说香港这些事 就没什么人看的 是否害怕了呢 是否害怕按下去 都会有trace呢 甚至Youtube 有人打压这流量 我不知道 我都不想估 我只是说 大家不可以放弃的 我不会放弃的 因为看到 浴宗有多少人不放弃 等一下讲周嘉诚的那封信 肥佬黎 Benny 王之锋 賀桂南 周嘉诚 很多很多 何俊仁 周幸彤 You name it 全部都没放弃过 我凭什么放弃 而你们在香港 虽然很屈满 不要放弃 不要以为香港人 个个已经 变了 双事 不是的 我接触过很多香港人 他说 去到香港的时候 变成个蓝丝 来到台湾跟我说 双目之后 这个地方可以唱水欲言 临走的时候 临别依依 回去的时候 就说 我要回到大监狱里面 其实 个个人都知道 不要看少香港人的心 OK 这件事才是最重要 建山书店 写出这些问题 大家都知道 这些问题是白问的 这些问题 不需要用很高深的学识 常识都回答到你 为什么会这样 肯定是政治打压 但是香港你不可以说 政治打压 又是煽动罪 所以他一定这样问 所以我不会怪建山书店 但我在外面一定告诉你 是这样 根据建山社交平台显示 Margaret在书展的首日 即上星期五 曾经到书展摊位 担任店长 第一天 第一天 做做店长 另外 帖文也有强调 大会从未说明要求 书籍下交理由 而与中的香港 是这次书展中 建山书店唯一的本地新书 另外 建山的帖文表示 与往年相比 今届的书展 安排神秘 气氛也够严肃的 以往在书展前 数周 已经有 场地平面图 今次要入场 当日才知道摊位位置 另外相较于以往 轻松随意 或者更艺术性的气氛 今年的工作人员表现得非常严 表情非常严肃认真 一事不苟 与参战商没有互动之外 更加强巡查 查手带 要配工作证 几乎是每三至五分钟 都看见工作人员经过摊位 最后 铁文认为 任何展览人和气氛是最重要 待人知道 才是真正的学问和艺术 大家不懂做人吗 大家知道 要超似尾巴作人 即是要 托起一条美来做人 根据大馆的 网站资料 大馆当代美术馆 自2019年起 举办 Bokut Bokut 这个香港艺术书展 今年是第六届 网站说 互动邀请了来自香港 澳门 中国 日本 韩国 印尼 英国 美国等110 以上的 艺术出版商 艺术家 艺术机构参展 网站又表示 这个书是美术馆重点项目之一 致力通过 艺术家 书籍图书馆 展示当代的艺术出版面貌 针对雨中的香港被下架事 光泉梅已经向大馆查询症等到回复 当然他也不会回复你了 那我想这件事就是 我们看得到 现在的一种惨况 我不知道 我只是知道 封面有一幅画 下面 有一句话 就是说 怨恶化为 土壤 亦希望未来的 可以生存 就叫做花果飘零 零根置植 Margaret已经 有一种 觉悟 可能自己 会在这个地方 洗势 会在香港洗势 她也希望她的死亡 她的精神 能够换发到 那么多 未来的新一代 真正有一个 自由摧残的香港 831 打死人 五周年 台湾我们没有忘记 罗冠粥也关心 这个 立场新闻案 至于未来周末 注意看 桑普频道 尤其是星期日 看桑普频道 有彩蛋给大家 连续两个星期给彩蛋给大家 估到什么事 另外 我们看到 英国 曼城 有些人 是将 反抗中共 和 香港独立 双齐并举 甚至呼唤大家 去想象 香港独立之后的情境是什么 你想想这帮年轻人是多么有 留言 看就可以了 即是明白我说的是什么 希望大家都明白这一点 因为不容易 不容易 看四十七人案 看到眼泪水了标 最近 新界东的很多后宣人求情 我是当年 我当年 在 苹果日报的 厂房 主持人 新界东的论坛 我是主持的 当时我看到 我问这些很多的人在台前幕后 相识的大部分 周嘉诚 和他聊天 我和他不熟 但 互相形式 我知道周嘉诚是 非常难得 是吗 譬如我举一个例子 其实很多 刘永康有很多的例子 和大家举 我只是说 我这个节目 说不了这么多东西 我只是说 你看到他们那种 和女朋友之间那种 情真意切的一种情况 何归岚 不再求情陈词 因为有什么要求情 我没错 没罪 我求什么 是不是 所以今天9月2号 继续所谓的求情 我不喜欢说求情 因为我说陈词 陈词可以做可以不做 没有人有责任做陈词 你有本事就判我 好像五件位 那你不认我会判多一点你的 没错 何归岚 售都不售你 陈词都不做 今天分别去完成陈词的人 是杨岳桥 是不是 刘永康 陈志全 周嘉诚 杨岳桥和陈志全都知道了 他们 跌下头就说 我错 我后悔那方面的事 不要怪他们 他们没有出卖人 他们希望尽快离开这个 冤獄 虽然我们完全理解 亦都尊重他们的说法 另一方面 刘永康和周嘉诚 是令人激热赞赏的 当然 他们是很大程度上都在说他自己后悔什么的事 但他们变成更多对于善良公义的判断 和和他女朋友的感情 这些事是很难得 部分被告情相由家人亲友或伴侣写的求情信 其中周嘉诚代表大律师在庭上读出他亲自赞写的求情信重点 另外情相他女朋友写出的求情信 周嘉诚女友就向法官指出和他相识三年多 周嘉诚是他遇过最正直善良 坚韌 谦卑 有承担的人 他连他抑鬱症复发 周嘉诚是他人生最坏的时候 正心聆听他的经历 分担苦痛 女友形容 从他身上获得没有间断过的正念 他正成为我拼命活着提升自己的一带动力 女友也指出周嘉诚在狱中三年仍然努力学习 保持思考 坚持生活规律 每日看书 读报纸 念经 打坐 忏悔 他读过的每本书都有不迹不记读后感 他信件中有对生命和学习的反思 他依旧关心社会关心世界 近至安达神道 踏天秤意外的遗孤 远至加沙战火中受苦的人民 他都能看见他们的苦痛 周嘉诚的女友提到他由2020年底 开始读信佛教 墙内三年一直专注修行 变得比以往更加慈悲 强大 也学会松荣面对苦难 放下贪执和仇恨 而最希望的是可实践无条件的爱 由伴侣出发 既然爱家庭 爱朋友 以至理念不同的人 女友最后提到 周嘉诚 在香港土生土长27年 将自我实践 扣连社会公义 奋不顾身 站在浪尖上 而他投身政治 并非为一己私利 而是因为无法 离群众 离心爱的城市而去 真诚地盼着 终有一天 他能够变得更好 这一点并没有因为时间流转而改变 而两人由相识到相恋 大部分隔着高长 但他仍然感激美好的相遇 会坚定在路上陪伴他 面对难关 彼此扶持 互相扶持 盼一起成为更好的人 善良如初 而我深信这天到来时 他拥有的会比失去的更多 周嘉诚的旅游 狠清法官 给他重新 及早 重启 人生的机会 不要让他失去希望 令周嘉诚和他所爱的人 早日团聚 这个就是 相当令人 扣人心言的一封书述 其实不需要 很有文学根底 OK 大家明白的 阿廷也都求情 阿廷 他认为他是属于 中被告中 最低参与度的 建议判三年以下刑期 原因就是他的大律师 沈士文说的 参与度几乎属于 中被告中最低 没有亲自出席协调会 曾表明 约政府人派三万元 我怎会投反对票呢 他说没有签脈絡无悔 也在选举平台中 没有提 否决预算案 被定罪理由 只是家中 被搜到 提及 攬炒的笔记 请上 何俊仁 劉慧卿 张文光的求情信 说林卓廷一直 并非激进民主派 是属最低级别的参与者 判三年以下 希望他都吉人天上 早日获释 这个之外 当然 还有很多 人 展开 求情 当然 不得忘记 今天 王耀明 歌手 也都是 现身 法庭 旁听 因为 何桂南 是他的粉丝 他专门着着一件衣 就叫做Universitate van Amsterdam 这个就是何桂南 就读碩士时候的 这个大学 那 大家知道 你看着一件大学衫 就知道他在说 关心着何桂南 而何桂南在早休 散庭时 向旁听直相守 摆头 做大心心 而 看到这一点 大家知道 王耀明也来 不止是支持何桂南 也支持万必 陈志全 让他们知道 我们还在支持 他们 那对于何桂南 没有求情 王耀明就说 他一直都很坚持 他自己的立场 我希望他可以继续 Stay strong 我真是 不知道怎么说 因为 其实真是很艰难 我希望他们 无论作出决定 他们都 坚强地继续下去 还有希望他们平安 这个就是他们 情真意识的 万必 就透过他的大律师 马维坤说 他属于 积极参加者 较低参与道 因为他没有出席 新东协调会议 是通讯群沉默读者 只是沉发一声 借借 曾经签署默落无悔 没有出席初选记招 和协助安排票站 属于积极参加者 较低参与道 曾任两届的立法会议员 勤奋负责 望考虑良好品格 减减赢 令人觉得是非常 希望祝福他们 一切都好 当然这封求情讯 是令我们觉得非常难得 因为 这件事令我们 是激切赞赏的 另一封求情讯 也不得不讲的 就是关于 刘荣康 前民间集会团队发言人 刘荣康 求情的时候 就是陈情的时候 在法庭 情上他个人和他女朋友 王于桥 写的求情信 但没有在庭上读出自己 写的求情信 而读出王于桥 求情信的部分段 他向法庭解释 有时候身边亲近的人 比自己更了解自己 而王于桥 是最能明白他还压这几年改变的人 刘荣康在庭上读出王于桥 写的求情信 信中说今年是他和刘荣康相识10年 王于桥本人 毕业于传统的名校 在刘荣康之前他交往的男生 都出身传统名校 中产 但刘荣康很不一样 他读的中学我没听过 出身基层 也不是很英俊 刘荣康笑话 which I don't agree with 接着他说 但他身上有一种不一样的光芒 王于桥形容 刘荣康聪明善变 思维敏锐 认为以刘荣康的天资才能 本来有绝对能力走正常的路 成为律师或者教师等专业人士 但他有次从政并非为一己的私利 而是出于关怀社会和追求香港民主法 结果 就是被人运监 人生最黄金的时期 都在怒辱渡过 王于桥说 他认识刘荣康时19岁 现在已经29岁 10年关系 有三年多 是隔着监狱高场 见面要透过探访室玻璃 对话要透过限时电话筒 刘荣康还押三年 他每日风雨不改 去到收押所探望 是因为他认为对方不是作奸犯科 偷骗拐骗的罪犯 而是值得继续关心和付出的人 而过去三年多以来 香港 改变了很多 一直被收押的刘荣康 已经得到莫大惩罚 过去他没有妄想过颠覆国家 他也已经不是天真少年 不会再妄想投身政治改变社会 也不会再涉及任何有危害 可能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 目前只希望尽快重获自由 比较欲中公独学位 自学多种语言 希望将来离开监狱时 是一个更好更成熟的人 所以看到两个人是非常难得 我对于周嘉诚和刘荣康 就知道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生 而他们分别的女朋友 也知道 什么叫做呢 情若真 不必 相见恨晚 情若两心坚 以前很小的时候 张德兰的歌 顾家辉写的歌 到我现在都觉得 相当 感动 感动人生 总之 情若真 不必相见恨晚 见到一眼 在不概叹 情若似水逝去 此心托非眼 远性孤单在世间 情若真 不必经怕聚散 变化转信 也应见惯 谁愿去辉为劍 此心托非眼 中格千山亦无间 爱彼朝露 未怕短暂 存在两心坚 情不会淡 别去已经难 从会更艰难 爱火于心间 不难 情若真 不必苦恼 自贪 终以失去 也可再还 情愿 至今未冷 此心 托非眼 哪怕悲欢 何妨 醉山 送给他们两位 那么 sweet 那么 坚心 在一起的情侣 也希望大家的心 同气 在一起 情意 两心 坚 希望大家 为他们的祝福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